夜出场绝对也是目光焦点 艺人天心身材好都不行 不过近来在戏剧方面 她几乎都是全是人妻角色 而说到婚姻 天心尽管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但她说对爱情仍然充满期待 很想结婚 离婚的单亲妈妈 遇上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天心与修杰凯从去年 合作拍摄偶像剧 培养出好交情 在摄影棚拍照时 还一起想摆出搞笑姿势 拍什么绝招 尽量扭曲 扭曲 好 什么啊 你怎么这么扭曲 这样子而已 我们的目标遇计 就是开工就是 开工就想收工 快点回家休息 所以我们就是很专心 想哭的话 就看到我背上吗 靠在我背上 就不会有人看到你哭了 天心和修杰凯在剧中 多次演出深情戏码 两人私下也是要好的朋友 天心常以逗闹修杰凯为乐 任何随便她做任何事情 都要请不她 就是可能她在看本 就说没被本 然后之类的 那也是这种 眼活单亲妈妈的心路历程 其实天心也出生在单亲家庭 父母离异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对于剧情很能感同身受 即使剧中和自身都经历过家庭巨变 天心人对婚姻充满期待 曾在记者会上透露想婚的念头 演结婚好吗 会让我有冲动想结婚 对因为太美了 太美了 天心日前庆祝38岁生日 被修杰凯和邵翔逗得心花怒放 事业稳定的她 目前是黄金单身女郎 期盼出现一个完美男人 共组美满的家庭 UDN TV杜沛学周四于台北报导